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死而复生后只能靠吃人肉来维持美貌的故事 电影开篇就是在一座女性监狱里,女主小妮是这座监狱的犯人 她看上去十分瘦弱,其实力大无穷,任何人都能轻易惹怒她,还会被一脚踢飞出去 现在的她力气满满又阴沉可步,但在入狱前她根本不是这副样子 小妮虽然在学校毫不起眼,但她有一个魅力四射的闺蜜小美 小妮行事规矩,小美作风大胆,可就是这样性格迥异的她们成为了好朋友 小美喜欢的乐队要到他们小镇的酒吧表演,她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无视小妮男友的部长带着小妮一起来到了酒吧 小美本就性感活辣,乐队主唱很快就腿地产生了兴趣 表演正精彩的时候,酒吧突发火灾,小妮和小美逃了出来 遇上同样逃脱成功的乐队成员 乐队主唱游说她们到她车里去,那里安全 小妮觉得她们不靠谱,劝小美不要跟她们走 但被心动蒙蔽了的小美根本不听劝 小妮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带走 就在她打电话给男友着急地说起这件事时 浑身是血的小美忽然出现在她家中 传她露出诡异的笑后,打开冰箱抓起食物,猛地往嘴里塞 不知道是不是不合胃口,没吃多少就吐出了一大滩不明液体 这场面快把小妮吓坏了 小美还想张嘴咬向小妮 但在碰到她脖子上俩人共有的项链时 小美像是有了一瞬间的清醒,推开她离开了 小妮惊慌无措地坐在地上哭 她不明白小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像嗜血的野兽 不料上学的时候,她却看到了和平常无异的小美 还是那么热情洋溢,开朗大方 但似乎还是有什么不一样了 她们有八名同学在酒吧的火灾中丧生 大家都悲伤不已 她身为亲历者却跟没事人一样轻松说笑 班上的大胖正因自己好友的丧生而难过 小美忽然走了过来 看似是在安慰她,言行举止间 却一直在刻意挑逗 之前明明还在伤心的大胖 却被她一路拉近了小树林 就在大胖被她迷得神魂颠倒时 小美露出了她的血盆大口 朝她啃咬过去 大胖的惨叫声穿破树林 传到了老师耳中 却被认为她是在被网友痛哭流涕 老师走入树林想安慰伤心的学生 竟看到被野路啃食内脏的大胖 小镇上接连发生了这么多意外 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低迷的情绪里 只有小美依旧眼光死射 但没过多久她脸色越来越差 精神也有些不济 不过很快另一个猎物送上门来了 是班上的纯环男 纯环男按照小美给的地址赴了约 出乎她意料的是 那是个阴森破烂的地方 没亲热多久 纯环男就看到了小美瞳孔的异变 但一切都迟了 小美咬开她的肚子 将她的内脏生肯了下去 这边的小妮也在跟男友亲热 恍惚间她忽然看到天花板上渗出血水 还看到了死去的大胖和样貌可怖的小美 她似乎能感觉到 此时有一桩血腥的悲剧正在上演 于是她赶忙驱车离开男友家 路上却撞到了满嘴是血的小美 她吓得掉头就跑 直到逃回家 心情才平复下来 不料小美已经在房间等着她了 小妮本想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却被她突如其来的亲吻 弄得神魂颠倒 在她极力恢复理智后 依旧没有放过这个话题 于是小美讲述了自己被乐队带走的那晚 发生的事情 原来他们为了让自己名声大噪 要把一个处女献祭给魔鬼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美根本不是处女 虽然献祭依旧会完成 但魔鬼从此就会寄居在受害者的灵魂里 她得一直靠吃人来满足魔鬼 不然就会变得形容枯稿 苍白憔悴 知道了内情的小妮心神不宁 她试图把这些告诉男友 让她不要参加学校的舞会 不然就会成为她的食物 男友没有相信这些匪夷所思的话 认为她该看心理医生 为了不让小美乱来 小妮决定去盯着她 可在舞会上 她迟迟没能等来小美 小妮不知道的是 小美已经盯上了她落单在外的男友 越想越不对劲的小妮 立刻跑了出去 面对小美的诱惑 小妮男友在关键时刻杀住了车 可下一秒却被小美一把推进了水里 她这也才知道 原来小妮说的都是真的 小妮顺着男友的呼救声赶到的时候 小美已经咬破了她的脖子 正在享受 小妮立刻飞扑过去阻止了她 愤怒的小美想对小妮下手 却被小妮男友用铁棍刺穿肚子 她只能捂着伤口逃走 男友因失血过多 最终没能撑过去 失去了男友的小妮悲痛欲绝 决定去杀了小美 她之前查过资料 知道只要将利刃插入魔鬼的心脏 就能将其杀死 小妮本不是小美的对手 但在小妮扯掉了小美脖子上 他们共有的项链时 小美瞬间的愣神 给了小妮下手的机会 小妮成功将刀刺住了她的心脏 但她杀人的场景 被小美妈妈目睹了 于是她被判了刑 进了监牢 因为她在打架的时候 被小美抓伤了 所以她也拥有了一些魔鬼的力量 这一切的悲剧 都是那支乐队造成的 于是她从牢里逃出去后 直接找上门去 将他们一一虐杀 报仇血恨 本片来自恐怖片 詹妮福的肉体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